詹姓男子邊拿手機打電話邊操作ATM 要匯款5萬多元給詐騙集團 剛好這時休假的員警也剛好要去領錢 看到詹姓男子在提管機前面操作很久 而且還邊講電話覺得很奇怪 懷疑詹姓男子可能是遇上了詐騙 一邊些通知同事到場了解 他也上前關心表明自己警察的身份 來看一下現場的狀況 你這個網站你拿起來都不知道 你要貴錢 原來66歲的詹姓男子先前的通訊軟體上 有詐騙集團來加好友 慫恿詹姓男子加入地下起貨群組 謊稱是可以高獲利 詹姓男子深信不疑 就聽從詐騙集團的指示 要匯款5萬3600元給對方 所幸遇到休假路過的遠景 發現該男子邊講手機邊操作提款機 非常的怪異 隨機通知巡邏同事到場吉利勸說 才成功攔阻詐騙 還好詹姓男子碰巧遇上休假遠景 察覺不對戳破這場謊言 詹姓男子才沒有上當受騙 而之前也保住了 沒有成功匯給詐騙集團